楼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为啥后世的文人,对楼兰念念不忘,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古代的诗人频频写到楼兰这个地方,而且字里行间全是恨意,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王昌龄,亦或者是岑申,他们都对楼兰这个地方带着深深的排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楼兰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让这么多人恨得牙痒痒,甚至在他灭亡之后依旧被人反复提起,大有骂他一千遍都不解气的感觉。 带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历史,欢迎订阅纵观史书,要说楼兰这个国家,就必须先说他的建立者,岳枝,也有人称为大岳枝或者是牛市,在早期岳枝这个族群可谓是极尽繁荣,实力相当强大,甚至有一段时间把匈奴都压得抬不起头。 当时匈奴为了讨好岳枝,还主动送质子给岳枝,生怕岳枝一个不开心就给自己灭了。 然而岳枝也没有想到,匈奴送来的质子竟然是一颗定时炸弹,一个质子让岳枝从此一蹶不振,几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个质子跟卧薪尝胆的勾件有得一拼。 在岳枝的时候,表现得跟一个小绵羊一样,完全没有威胁,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匈奴的身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岳枝放松警惕,等到时机成熟,直接逃匈奴。 但他同样也非常憎恨自己的父亲,凭什么那么多兄弟就把他送到岳枝当质子,所以一回去就给首任父亲上演了一场副慈自孝的大戏,之后自立为莫都禅于,在稳定了匈奴的内部矛盾之后,莫都禅于又转身给了岳枝致命一击,历经三年平定岳枝,一家独大,在战争的影响下,岳枝人逃得逃死的死。 最后只剩下一小部分为了生存臣服于匈奴,后称小岳枝,这些人又创立了一个叫做楼兰的国家,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墙头草人生,楼兰谷国的地理位置占尽优势,不仅是各国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有着肥美的水草,只要他们不蹦打,日子绝对会过得非常好。 更何况,这个国家根据历史记载,大约在一万四千人,说是楼兰谷国,但用楼兰村来形容它,也许要更加合适一些,按照道理来说,国家实力如此孱弱,他们应该要求稳,求发展才对,结果人家没事就做一下。 试探匈奴和汉朝的忍耐度,他先是依附匈奴,将自己祖先引以为傲的断铁技术传给了匈奴,让匈奴的总体军事实力提升了一大截,有了这次贡献,楼兰人开始恃宠而骄,除了匈奴之外,别的国家来到他的地界。 当地人都不会给好脸色,不过当时汉朝对西域也不是很感兴趣,也压根不在意楼兰这个小国家,经常性忽略了他的存在,这就让楼兰更加膨胀,不将汉朝放在眼里,对于过往的商人和使者也是百般刁难,直到一个张谦的人出现,彻底毁灭了楼兰的希望,让他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当时张谦出使西域历经十三年,可谓是历经艰难,但这次出使对于汉朝乃至整个中国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张谦将很多新奇的东西带了回来,让汉武帝大喜,但最令人惊喜的还是张谦带回了月知的锻造技术。 有了这个,就再也不用担心,装备不如匈奴精良了,当时张谦为了得到这个技术,并没有直接去楼兰国,毕竟楼兰国再怎么说,也算是匈奴的附属国,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要来技术,而且有可能暴露此行目的,为了掩人耳目,他去寻找当初逃跑的一批月知人,显称为大月知,虽然最终张谦不负使命,找到了大月知,可他并没有劝说成功,大月知已经不想再参与战争, 对打败匈奴没有一点兴趣,可家仇国恨犹在心头,虽然不想再次作战,但大月知依旧愿意将锻造技术交给张谦,张谦此次反途,也是将情况如实说给了汉武帝,汉武帝直接大手一挥,是要解决匈奴之害,至于楼兰国实在是太小了,晚点再说吧,之后的事情大家应该就知道了,或去并一战成名,杀穿战场,成为匈奴人永远的噩梦,匈奴被打心里阴影都快出来了, 哪里还管得了自己的附属国,这下可给楼兰人高兴坏了,他们变本加厉的为难路过的汉人,完全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搞笑至极,如果仅仅只是这样,其实汉朝还是能忍的,或者是依旧对楼兰提不起兴趣。 实在是没必要出兵一趟,这样的小国家完全不值得,谁承想楼兰还以为是汉朝不敢动他们,他们到最后甚至敢对汉朝的使者动手,这一下汉武帝可就无法忍受了。 原本楼兰这个地方就在初始西域的必经之路上出于一时仁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让连根拔除,现在又开始蹬鼻子上脸,那结果只有一个死字,仅仅七百人的军队就将楼兰拿下,就连楼兰的国王都被抓来当俘虏了。 按理说,这一次足够让楼兰认清现实了吧,可惜没有,在楼兰高层洗牌之后,他们依旧不长记性,一会儿投靠匈奴,又一会儿归顺汉朝,简直就是墙头草的代名词,于是在远征大碗的时候,顺手再次攻打了一下楼兰国,把他们拉过来收拾了一顿,这个时候楼兰才彻底臣服。 产生了归顺之心,可惜为时已晚,汉武帝觉得他们具有劣根性,没有任何弃余精神,于是果断拒绝,所以那些世人大骂楼兰不是没有原因的,就这样的墙头草,谁看到谁不骂一句呢? 他就仗着自己不是什么大国家,一直在作死的边缘试探,虽然并不能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但就是恶心你,这一点才是最无语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楼兰国的所处位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变得不适合居住,楼兰这才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过话说回来。 楼兰这个国家连自保能力都没有,做墙头草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无论是匈奴还是汉朝都能轻易让他们灭国,他们只能夹缝里求生存,祈求这两位大佬神仙打架的时候不要伤害到他,所以汉武帝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直接灭了这个国家,作为帝王,他也许更加明白楼兰人的困境,但是,为什么后世的文人写诗文都要灭楼兰,斩楼兰呢? 可能只有一个原因,楼兰只是西域诸国的一个代名词而已,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一直受到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名有瓦剌,古代文人为了表达爱国好情,就喜欢在诗文里灭西域小国, 而楼兰在中原的知名度高,又被大汉征服过,因此常常被文人拿来使用。 其实,他们在写诗文的时候,也并不是针对楼兰,针对是整个侵扰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 比如王昌龄写下那首著名的《从军行》的时候,楼兰已经亡了二百多年了, 和大唐之间那有什么仇恨,王昌龄也就是用了一个比喻手法而已。 这几年,随着楼兰美女的出土,以及各种小说的描写,楼兰已经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的一个神秘之地, 由于自然条件影响,楼兰古城的秘密一直掩埋在黄沙之下, 根据卫星的观测,孔雀河有再次向罗布泊附近移动的迹象, 也许,在未来,罗布泊这个地方会再次成为繁华的绿洲。 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曾经和中原王朝为敌的少数民族政权有那么多, 为何偏偏楼兰成为了外敌的代名词呢? 首先,楼兰并不是唯一的代名词,匈奴也曾经出现在后世的诗词中, 比如岳飞的满江红就写过,壮志鸡餐葫鲁肉,笑谈可引匈奴血。 也是利用匈奴代指外敌,另外,同样是这首词, 还利用地点指代外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区。 其次,就像我们说的,唐朝诗人用楼兰指代外敌, 也是跟汉朝和南北朝时期学的, 在那些年代还没有突厥、吐蕃等国家。 只有西域这些国家可以用来指代,和匈奴相比, 楼兰和汉朝的仇恨相对少一些,威胁也更小一些, 除了曾经受匈奴蛊惑叛变一次之外, 楼兰和汉朝之间的战争也比匈奴更少。 另外,楼兰也不如匈奴强大,相对更容易攻破。 第四,楼兰总和斩并用,不是没有原因的汉元帝时期, 曾有一位名叫傅介子的政治家,初始西域,来到了楼兰国, 傅介子见楼兰王并不成心归顺汉朝, 于是利用计谋刺杀了楼兰王, 从此有了傅介子斩楼兰的说法, 后人在提到楼兰的时候也经常用斩这个字了。 而且,到了唐朝的时候,已经没有楼兰这个国度了, 实际上,在汉朝之后, 关于楼兰国的记载就已经越来越少了, 根据目前的研究,大概在公元四世纪中叶的时候, 楼兰古国就已经一片荒芜了, 目前历史学家普遍认为, 楼兰古国的灭亡是因为当地环境的变化,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在中原进入晋朝时, 楼兰国的粮食消耗就在下降, 这意味着其产量在不断缩减, 导致这个局面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水资源的减少, 要知道,楼兰古国所处的位置, 其实就是今天罗布泊一带。 以及塔格拉玛干沙漠的最东原, 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干旱中心, 别看名叫罗布泊, 并且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 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完全丹河, 在此之前, 这里的环境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